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3月5日 今天是星期六 這節繼續和大家 揭露香港的時事 這節繼續我們的主角是何君堯 何律師 這次繼續和蓮花清溫膠囊有關 大家留意了 我們 你現在應該在聽星期二日報 我們今晚每10時就嘗試和大家做Live的節目 繼續和大家 講時事 繼續評論分析 以及討論一下 所有時學 希望大家 今晚10時 記得是升旗易得道 主頻道 我們用主頻道做Live 我們現在 絕大部分的節目受到美國制裁 Youtube 徹底把時事KOL 就是 完全是 不知做甚麼事 慘租西方制裁 全部賣不到廣告 所以我們現在 難以經營 所以請大家幫幫忙 繼續 訂閱我們的Patreon 真是需要 你的幫忙 也請大家要10倍力量 因為現在就是一節廣告都沒有 請大家繼續把我們有廣告的節數 打開 播放 欣賞 平時欣賞一次 現在就要欣賞10次 不然就是無法 彌補 情況 希望大家緊守崗位 繼續支持六部曲 也希望大家 支持一下我們的直播節目 我們希望 我們會嘗試 隔天就做 我們也 要開啟付費模式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也向大家承諾 假如 沒有再遭受美國Youtube制裁 我們能夠繼續運用慣常的模式 我們會繼續用慣常模式 去經營 這是一直以來我們經營的理念來的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黃色媒體 好 這次又是蓮花清溫 搞甚麼呢 蓮花清溫膠囊就是未獲准 註冊 何君堯 憤怒著 因為 他派發 禮品包 派給街坊 裡面塞滿了一大堆藥物 蓮花清溫膠囊 還未獲批准註冊的藥物 於是就觸發建制內訌 何君堯藝立法會議員 強力炮轟 食衛局副局長徐德爾 事源立法會就開這個 與防疫及 控制疾病相關 附屬法例 真是浪費 名字幾長也沒有用 你有甚麼是真的幫助香港的呢 一點也沒有 開視像會議 要審核 六項相關的附屬法例 有大量的建制議員 現在也沒有民主派 全部都是建制議員 全部都是親北京的垃圾 不滿政府施政 不滿有甚麼用呢 你能改變現實嗎 你會不會發起抗爭 你會不會發起拉布 對抗政府的不義 有種的學下梁美芬動議 叫中央接管香港一笨 有大量的人也不肯制 所以其實這班人很可笑 還敢自稱自己的立法會議員 何君堯強力炮轟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爾 說他敷衍回應 何君堯說 內地有蓮花清溫膠囊 為甚麼還未獲 批准成為註冊藥物 首先當然我們完全不同意這個蓮花清溫 但是 因為恐慌 所以 以我們所知 大量的香港市民 特別是藍絲 瘋狂地在搶購 這個蓮花清溫 說對疫情有幫助 何君堯也激動了 激動地向 徐德爾說 如果你也覺得這個藥 真的那麼不可靠 你就自己拍兩排吧 吃了之後 看看你死不死 你不死就OK啦 一句那麼簡單的說話 當然我們覺得很精彩 罵香港政府 基本上 99.99%的時候也不會覺得有錯 但是 邏輯有甚麼問題呢 下一隻註冊藥物 是不是你拍兩排 不死得 那就叫做註冊藥物呢 那就真的不用說 你就知道這些 簡直是完全 狗屁不通 如果是要藥物 一定要符合某些標準才能夠做的 你不能夠說 拍兩排 吃了不死得 那就算是OK的 這個世界有大量的 拍兩排也不能死的 包括必利痛 你拍兩排默提沙 拍兩排繩紛落 拍兩隻kinder出奇蛋 也不會死的 那那些是不是註冊藥物呢 這個就是第一個邏輯錯誤 第二個邏輯錯誤就是 那樣東西是註冊藥物 你拍兩排 可能會死的 因為 叫做 overdose 劑量過多 所以 註冊藥物呢 就不是這樣計算的 你不是拍兩排不死就叫做註冊藥物 是不是 拍兩排 這個退銷藥呢 你試一下 其實真的會死的 藥是不能亂吃的 超出了劑量 尤其是西藥就是很危險 所以 羅君堯這個說法 除了發晦氣罵政府之外 基本上就是沒有任何的 內容可言 現在那些藍絲建制派議員 正如我們之前所說 就開始發瘋 因為他們 甚麼都做不到 他們 繼續 化身 騙香港的藍絲 他們在為民請命 所以 派發這些藥品包 裏面又有必利痛 又有退銷藥之類 總之一大堆成藥 派成藥派發一下 派這個 蓮花清雲 這個是未經註冊的藥品 何君堯說 你驗來做甚麼 還未檢驗 要等死數人才會批准 我們對於蓮花清雲是相當質疑的 但是 香港政府 的而且確不是在做 防疫的工作 假如 假如這個藥物如果真的有幫助的話 而你香港政府 又死也不批准 到底香港政府在搞甚麼呢 這個也從另一個角度說 違反國家政策的 現在 香港那一班 建制派親北京人士他們不是為民請命 他們現在在吵冤巴批 就是說你香港政府 不能夠 緊貼著 內地的防疫策略 林鄭月娥就不斷把香港的資源 撥上去給大陸的機構 將香港的人命 將香港的金錢換成自己的政治籌碼 而香港那班建制議員就甚麼都做不到 他們一方面 不能夠逼港共政府林鄭月娥緊貼著內地的防疫方式 例如 中南山脈的蓮花青溫 另一方面 港共政府撥大量的資源 抗疫基金 泵水給大陸 他們 是斗令也分不了 他們也不能夠動用這個資源 換句話說 當政的繼續不受制約 這就叫公權力 可以動用公帑的時候 又不需要受監察 你說可以做甚麼事 那就是徹底的貪腐 是不是 現在這班建制派 他們不是不貪腐 他們如果有得貪 他們自己一定會貪 他們現在是貪不了 貪不了又制止不了政府自己去貪 自己換自己的政治籌碼 這個就是獨裁政府的特質 獨裁者 當權者利用自己的權力 去為自己謀福利 謀完福利那些錢又變成自己鞏固 權力 來源 所以其實所謂建制派 自己 都沒有辦法擠進這個圈子 所以 現在我們就吵架了 到最後 他們 都是獨裁 的受害者 因為 擠不進就是權力核心 權力核心不是你普普通通的立法會議員那些利益 可以相比的 是不是 政府 說撥100億就100億 200億就200億 你在 立法會 到底你什麼時候一個 建制的議員 才可以有2000萬呢 所以你看到一個分別的 所謂建制派 你不在政府裏面 你是不可能過百億這樣調動 你不是可以過百億這樣調動 你會不會能夠打通內地的官場 幫你鞏固你的權力 讓你繼續執政 所以這個 根本就是一個 獨裁 貪污 貪腐的惡性循環 所以內地的人民 那些五毛還在說利益 說民主自由就是想 這個循環 被撤斷 很無奈 你跟他們 說 民主自由 他們永遠都不明白 因為他們從來都沒有試過 有半點的自由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他們每一件事都是誅心論 每一件事 就算人家有善良的意圖 他們都會說 背後擁有大量的利益 背後總之 不知道為什麼 背後總之就是有美國在後面 簡單來說 他們只是只有一個邏輯 你不支持中國大陸 就是背後就是美國 所以 大家絕對是沒有必要浪費唇舌 對著這班人 跟俄羅斯的士兵一樣 雖然我們很同情他們的處境 但是你對抗他們的方法 除了將他們徹底擊潰 盡快將他們 對抗他們的 話事領頭人斬首行動之外 其實你沒有任何辦法制止他們 你不會因為同情他們 他們其實是不向你開火的 俄軍的情況也是一樣 你同情俄軍 是出於人的人性 大家都明白 但是你同情他們 是幫不了他們 他也不會停止向烏克蘭 人民開火 大家一定要認清這個事實 我們這一節就跟大家說到這裏了